我今天去的時候 不曉得立法委員是不是都到了 如果都到了之後 就不曉得吳思淮將軍 看到這樣的狀況之後 會不會覺得我們的戰力 一天就game over 還有陳廷寵 也告訴你這戰力也不會一天 因為不會一天就game over 然後絕對也不會首戰集中戰 其實我們每年國慶 很多時候都看到這飛機飛過去 它的真正難度在哪裡 難度在那樣一個距離編隊飛行 這代表是我們對於這種 先進武器的操控能力 非常的精準 雷虎小組 其實我們在最早的時候 當年的時候 F-86拿過來做雷虎小組表演的時候 連美國都嚇一跳 所以美國還曾經邀請我們F-86 到美國去飛給他們看 菱形的各種的編隊 這只有台灣做得到 所以我們有很多時候的飛行 是你看在那個高空裡面 他們排得那麼好 三公尺之內就有亂流 其實三十公尺之內就有亂流 你飛機能夠在那個狀況裡面操控 那是很不簡單的 然後像奇魯克或各種的直升機 還有黑鷹直升機 每個直升機在上面那個盤旋 它只有一個動力 就是拉著 然後這樣過去 最上方還有一架飛機是指揮的 那個每個編隊距離 能夠做到這麼好 這代表是我們對於這種飛機的操控能力 非常的精準 這精準代表我們的戰力很好 而且我相信 我們空軍間隔的戰力會越來越好 因為感謝中共 讓他們天天飛出去 他們要去操練飛機 他們對這個武器會更熟 然後在地面上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有很多時候 是不斷的跟美國買新武器 然後當然的話 也跟美國做技術的交換 所以紅唇反艦彈 就是類似 就是美國有反裝腳飛帶 我們也買了一些 然後我們也去研發一些 所以我們自己也不是只有跟美國買 而是別人有所 我們買來之後 我們再加以精進 所以你就看到有這紅唇 而且這一次還有12個是女艦兵騎機車 你知道機車一個那麼重 重型機車 隨便就彎了 他們的速度能夠控制 隊形能夠控制得這麼好 其實這裡面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們這些戰士們 他們的整個守勁 整個對於裝備的一個熟悉程度 操控程度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 只是說武器很漂亮 迷彩裝很漂亮 紅唇火箭彈很漂亮 其實不是 真正出來的話 就告訴你他們是真正的戰力 因為如果能夠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能夠這樣操控 能夠這樣操作 是真正的戰力 而且也告訴了九爺說 他們是有決心保衛台灣的 所謂決心就在這邊 所以其實今天你看到之後 像我們是當兵的 是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有時候是武器 或什麼T91 或是85 榴彈炮 那個東西就是我們連勤的自製兵力 都在不斷的精進 當然很多人看的時候 都是覺得很英廷很帥 當然也是很希望說 我們開始要去尊重軍人 鼓勵軍人 讓軍人覺得他們是有尊榮的 希望我們有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加入我們這些 志願事關一的行業 這對我們台灣保衛 都是更有幫助的